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王宫的建设最终大获成功 从细节上的精致到全景恢弘的气势无不令人震撼 继荆轲刺秦王之后还有不少影视剧主 如英雄 功夫之王 汉武大帝等在此拍摄 将影视场地作为旅游景点 充分利用了影片粉丝们寻求原场景 偶像粉丝们寻找偶像出现镜头的狂热心理 将场地所能创造的经济收益放大到极致 不过如果场地粗制滥造 仅靠贩卖一两部作品的情怀 可没有办法带来长期持久的经济收益 秦王宫建成已二十多年 仍旧保持着每年高达十亿的门票收入 这与他本身的高质量是分不开的 新的电影愿意再次拍摄 新的粉丝愿意为其买单 就算是对电影知之甚少的路人游客 也会为黄若穿越时代般的体验而惊叹 他需要影视作品的成功 他也正在造就着影视作品的成功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